嗯,我不就想击杀黑龙 想吃几十个星星吗 怎么这么难啊 炸药头用了 机关用了 第一次用了 黑龙也死了 可最后的星星没了 没了 啊,不行啊,难接受啊 哎,不行 我可不能消沉下去 凭借我小梗聪明的小脑袋 我就不信 吃不到二十条黑龙星星 想一想 有啊,有啊 先把四周的机关整关掉 再把下面的第一次挖掉 嘿嘿,既然机关和第一次击杀黑龙不够惊醒了 那我就只用机关进行辅助 斩杀黑龙的时候改成大宝剑 好嘞,把黑龙召唤出来 这大龙头对着西面 那就打开西面的机关 看看手表 涮一涮一面的机关 击杀这条黑龙要多长时间 哎,终于狗呆了 一面机关击杀黑龙 总共用了2分30秒 呵,可想而知 这黑龙血量有多厚啊 OK,现在算好了时间 再把黑龙召唤出来 打开机关 只要在2分20秒关闭机关 然后再用能按键随便弹几下 黑龙就能保兴醒啦 诶,2分20秒时间到 好嘞,关闭机关 拿上帮到电子 学习底下 任君生就把黑龙化作一份心情啦 哈哈,我真是个电台啊 身上还有10多个黑龙刷怪咯 继续不断开始机关 学习黑龙血量 我轻松收割 登登登 就是下最后一只黑龙 现在的我发现越来越轻松 因为我用大宝剑来机关一起上 毕竟大宝剑的伤害比较高 黑龙的最后一击 必然是大宝剑造成的 所以黑龙自然就会画出星星 哇啦啦 看这许多的小星星 心里乐开花 别看地下西螺的小星星啊 每一颗都很饱满 你们猜猜会有多少个星星 好嘞,我不客气啊 嗯,叮叮叮 我喜欢这精彩的声音 你看,星星瞬间猛掌 掉落在外面的小星星也不要错过 嘿嘿 简简单单保长一顿 星星长了500多颗 美滋滋,美滋滋 明天就可以进行附魔大业 准备挑战10巨人的大计划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